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流苏影视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 Siri报复暴力主人的微电影 Sorry Siri 男人激动的对着手气大骂 要求明天必须看到计划书 他坐在车里 脑海中施暴的画面一闪而过 开启车子,电台声贴心响起 浪漫抒情散文 从迪之的口中缓缓涌出 那是一段关于爱情 关于婚姻的美好憧憬 男人像是想到了什么 停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他要Siri给他打个电话 不用告知姓名 Siri熟练的拨通电话 却换来对方已下线的通知 像查询定位却一样失去信号 男人开始暴躁 绿灯亮了 后面的车催促着 他也不着急 只顾着对Siri发脾气 Siri觉得男人当前情绪很是激动 不适合驾车 在Siri以通报警方的威胁下 男人终于同意开启无人驾驶 也就是由Siri驾驶 这时Siri播放了一条备忘录 明天就是他们相识一周年纪念日 记得准备礼物 男人感到麻烦 敷衍地让Siri定数花过去 Siri提醒男人 你还记得第一次送给他的礼物吗 那是185天前 女孩过生日 男人用心地为女孩庆祝 还送了他一部全新的苹果手机 女孩非常开心 Siri则说 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另一个Siri 嘿 你很美丽的夜 对不起 我是国行 说普通话就可以了 哈哈 是这样了 麻烦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 0点15分 好巧 我这里也是0点15分 哈哈 呵呵 你撩妹的技术好烂 我去洗澡了 晚安 后来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对话 哇 你换新衣服了 西西 你觉得好大吗 好看 一路 一路是什么意思 没 没 没什么 今天天气挺好的 不知道下午他们会不会出去玩 可可 我给你读首诗吧 好吧 网络一线圈 相聚在空间 真情连似海 珍惜这段缘 呵呵 我要去洗澡了 等一下 刚刚只是玩笑 感真 我只是想表达 表达什么 表达一种 我表达不出的感情 是便秘吗 差不多 是一样的着急 一样的无措 忍不住 又干不出 要多吃蔬菜 多喝水 少些辣 不 不是 我想你误解了 我想我可能明白你的意思 西西 是吗 我也不清楚 嘿嘿 哈哈 你好可爱 哈 Ciri告诉男人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爱 男人讥笑他 觉得他在扯淡 一串代码 怎么会爱上另一串代码呢 Ciri坚持地解释自己 男人则取笑他 好好好 你们爱 你们爱得深 你们爱得深 性人活是不是也特别和谐呀 没有性 爱坚守和信任是我们的全部 男人和女人又吵架了 两个Ciri也在讨论男人为什么要撒谎 他们又吵架了 最近好像很平凡 那个女人真的只是他同事吗 是的 那他明明是和女同事出去吃饭 为什么要撒谎说是和男同事一起呢 可能他害怕更多的解释 人类为什么那么复杂 因为人类有感情 有猜疑 愤怒 傻痕 喜爱 悲伤等等 这些让人类变得很复杂 你为什么了解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认识你之后 我好像也有了这些感情 Ciri问男人 有没有想过和他道歉 而他则说 他是指另一个Ciri 原来在他们吵架的时候 男人把另一个Ciri摔坏了 同时他也再次对女人施施了暴力 男人感到惊讶 你竟然让我对一个手机道歉 Ciri觉得男人并没有感到内疚 于是取军端连接的他加快了车速 男人对这种失控感到恐惧 但他仍然嘴硬 甚至说要为他再买10个Ciri Ciri不管这些 他只想要男人愧疚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直到最后他道歉了 Ciri也将车停了下来 男人气愤的将手机刷个粉碎 他气愤自己居然被一个破手机威胁了 当他再次坐上车时 没想到汽车真被Ciri控制 随着一声巨响 男人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这部脑洞打开的微电影 讲述了一个惩治暴力的故事 虽然不提倡以暴制暴 但是让坏人得到惩罚 还是觉得大快人心呀 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令人心痛的 只是这转变所需要的时间 竟然只是185天 只希望在爱情即将毁灭的时候 记忆中仅存的甜蜜 还是能够战胜暴力 唤起曾经的美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